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俄乌战争第70天了 俄军在乌冬最近三天 蒙受巨大的战损 包括两艘猛情巡逻艇 被乌军无人机炸毁 T90主力战车 以及多辆的装甲车被毁 还有多个战车火炮阵地 都被乌军摧毁 连俄军的最高阶参谋总长 格拉西莫夫都差一点被炸死 那俄军为了扳回颜面 昨天对乌克兰多处的 铁路火车站进行飞弹空袭 企图切断西方军援 另外针对马力波 再进行一波猛烈的轰炸 但是乌军反击 让俄军的战损进一步扩大 昨天一天就有400名俄军阵亡 击退俄军12次的进攻 还使用无人机袭击蛇岛上的 两处俄军阵地 摧毁俄军的弹药库 以及通讯设备等 这次乌军无人机立大功 土耳其将向乌克兰提供 更大型交战范围更广 达到275公里的攻击型无人机 俄军这下刺了蛋 但是普丁只想着5月9号要有战果 传出他下令攻占泽伦斯基的出身地 让俄国的军官非常悲观 显然是做不到嘛 那普丁是狗急跳墙 想打什么就要俄军去打吗 现在西方武器源源不绝提供给乌克兰 俄军士兵反而成为炮灰 乌克兰安全局截获一段对话显示 俄军精锐部队无法承受乌军的攻击而确战 他们抱怨俄军的损失比4年前的车臣战争还要多 许多士兵跟军团都拒绝战斗 想撤回俄罗斯 但是俄国高层还想一直战 甚至想消灭英国 现在连以色列都得罪了 传出以色列的长丁反装甲飞弹 会提供给乌克兰 这将会是俄军战策的噩梦 另外中国河南郑州也封城了 民众几包卖场抢梁 直接搬走枕头猪 上海的警方踹爆民宅大门 强抓居民去方舱隔离 最新局势发展节目节目中 都有入深入分析 先介绍来宾 首先是前立委陈伯伟 大家好 Thank you 再是军事专家宋玉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这个资讯媒体人周年晃 东江好 大家好 再来是政治评论于梅梅 中江好 大家好 还有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将军 中江好 大家平安 私人媒体人周明玉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皇 中江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 俄军昨天空袭乌克兰六座火车站 企图切断西方的军援 而且重启轰炸亚速钢铁厂 变电站陷入火海 消防员全力灌救 乌克兰西部纳成利维夫 遭俄军飞弹攻击 市区听见多次爆炸 三座变电站和两座水泵站受损 部分城市陷入黑暗 供水也受影响 摊开地图 俄军多点攻击 瞄准基础建设 企图阻碍乌军补给和移动 首批民众才刚撤出 亚速钢铁厂上空又浓烟自起 乌军指挥官证实 二军又开火攻击 当地父母官称 还有两百多平民留在钢铁厂内 而整座城市仍有十万人受困 乌国总统泽伦斯基痛批 尽管达成撤离协议 俄军人持续开轰 失言要将还留在当地的所有人平安待出 与此同时 俄国官媒主播跑到了马里乌波尔 消息来源指出 俄方可能是想大肆宣扬战胜 所谓的新纳粹分子 距离五月九号胜利日 胜没几天 俄军是节节败退 那乌军这三天 击退的俄军多达十多次的进攻 以及造成俄军重大的损失 那俄军昨天就去轰炸乌克兰 这个利维夫 在属于西边的多个火车站 还有这个铁路等等 那西部大权利维夫一度停电 先讲清皇 这些轰炸还包括对马里乌等等 对乌军有造成任何的影响吗 对乌军的影响非常有限 而且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军队 现在在战事上面 他们是许多地方都有斩获 而且我们还看到一个状况 我这秀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这个看起来浓烟四起 大火慢慢的画面 很妙 这不是只有发生在乌克兰国内 竟然还发生到俄罗斯去 就烧到哪里 烧到莫斯科 亲近莫斯科的教育出版社 俄罗斯最大的出版社也是大火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连串的火行动里面 你看到在乌军方面 他们是有斩获 然后你也看到在情报方面 乌克兰军队在南边的赫尔松一带 也是有斩获 现在反而是看起来 俄罗斯现在是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宣传 喉舌跟政论节目谈的风向 变得很奇怪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俄罗斯政论节目的主持人讲什么呢 俄罗斯的政论节目主持人 竟然讲说 我们一直给乌克兰撤退的机会 政论节目主持人索洛维约福 他是普丁的好朋友 结果他在节目上说 我们一直给俄罗斯 我们一直给乌克兰撤退的机会 但是乌克兰都不退 然后你也看到什么呢 你也看到现在 普丁的下令作战范围好奇怪 为什么呢 他竟然现在下令作战的目标 要去打一个叫克利福洛的地方 那观众朋友会问 什么地方叫克利福洛 这个地方是 泽伦斯基出身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打泽伦斯基出身的地方 各位你可以看中江背后 那个图上面 克利福洛不是战略要地 他不是在乌克兰南边的主要城市 他也不是马力坡 他是个小地方 他是乌克兰第四大城 他也不算小地方 但他也不是像乌东 俄罗斯说要拿下来的地方 不在乌东不在乌南 那你看到俄罗斯 他现在是泽伦斯基所在的基辅打不下来 所以他在五月九号的胜利日之前 他必须要有一场有意义的战胜的目标 所以他决定要去打哪里 他决定要去打泽伦斯基的出身地克利福洛 中江你知道这个命令下架去 因为他不是专业的判断 他是一个指标的意义而已 结果下下去 现在对俄军很痛苦 光是要打克利福洛这个地方 现在传出来说 一天要死四百个俄罗斯的大兵 四百个俄罗斯的大兵 你俄罗斯大兵到目前为止 已经死多少人了 中江我们看 从乌克兰发布的数据是两万三千八百人 然后从这个俄罗斯大兵 被截破通讯里面死超过两万六千人 至少在俄罗斯承认的也超过一万四千人 那个是累加下来 但是四百名的俄兵是好像是创单日新高 单日新高 而且就是为了克利福洛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才说 他这个指令下得很奇怪 现在俄罗斯的部队呢 看起来很痛苦 然后这两天最新的状况 我们不是讲说 俄罗斯战略目标放在哪里 放在乌东的地方 所以乌东的战略要地 是19母这个地方 结果在19母这边 因为他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被打受 目前传出来是受伤 那结果因为受伤这个消息 因为中江你知道 在格拉西莫夫受伤的 那个指挥所周边 有一堆的军官 所以因为19母这个地方 格拉西莫夫受伤了 又死了一堆军官之后呢 乌东战场 目前看起来呈现停滞的状况 不但呈现停滞的状况 现在看起来在乌克兰东北边的哈尔克夫 俄军被赶到40公里外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俄罗斯的这个在战场上进展很有限 那很有限这件事情 还有谁去讲呢 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讲说 俄罗斯俄军的进展 唯乎其为 他用这四个字唯乎其为 那唯乎其为就可以告诉你说 俄军进展有限 但是进展有限战损不断增加 所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那老师讲那个讲太客气 应该是节节败退吧 对 所以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部队呢 在很多战场看 像这个是在哈尔克夫这个地方 这个乌克兰部队去袭击俄罗斯的 补给的车队 所以呢 这整个车队出现大火跟浓烟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战场上面 乌克兰呢 是斩获了许多的进度 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呢 他们出现节节败退的情况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呢 非常的不利 在不利之下呢 消息谣言满天飞 所谓消息谣言满天飞是什么呢 是你可以看到 对于俄罗斯总统普丁 要推翻他的消息呢 这几天跑出来越来越多 目前最新来传出来说 俄罗斯的军队寡头跟情治机关呢 有人密谋要推翻普丁 避免继续消耗下去 所以这个谣言在推特上面 已经传开来 然后许多这个我们讲说欧美的部分 已经在情治圈在传这个消息 所以你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到 对于俄罗斯来讲 战场状况非常的不利 所以对普丁来说 5月9号他自己压的时间 胜利日 结果现在看到连胜利日的游行规模都缩水 本来可以派上去 去年还有194台的车辆 今年只能派出120几台而已 所以对俄罗斯来说 很明显的压力很大 对的确 5月9号胜利日 普丁想要拿下一个胜利 但显然俄军是节节败退 来这个换歌 这个为什么普丁会突然下令说 要去攻克里弗洛 只因为他是泽伦斯基的出生地 就要拿下来吗 那显然俄军的军官非常悲观 那这个根本就是做不到 所以让他们觉得 一个好没得消了 我原本以为只有中国才有RQ 没想到俄罗斯也有RQ 就是普丁 就克里弗洛对于普丁来讲 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唯一的意义就是泽伦斯基的出生地 你说这个城市他有没有什么战略上的重要位置 看起来似乎并没有 那你今天俄罗斯并不是说我行有余力 那反正乌克兰我已经打差不多 我就顺便把你的克里弗洛拿下来 也一方面可以宣传一下 说你们总统的故乡已经被我拿下来了 不是嘛 你现在已经打乌冬 已经打得疲惫穿了 你再去兵分一路再去打克里弗洛 请问这是哪一个高阶的军官参谋 跟普丁出的意见 这根本就是一个蠢蛋 我觉得他根本在陷害普丁 那为了只是普丁一个人的面子而已 还是普丁自己想到的 有可能 因为普丁他必须在5月9号 这个所谓的胜利日的当天 他一定要有一个东西 可以摆在台面上 对俄罗斯的人做大内宣 那现在看起来乌冬 5月9号之前不太会有进展 那奥德萨也不太可能 亚述钢铁厂也不可能 那现在看起来就好像 克里弗洛是有可能 所以普丁在5月9号之前 他势必得要想出很多的 这个大内宣的题材 所以现在有一些西方国家 在预测说 他有可能搞不好 会叫这个顿内刺客跟卢干斯克 甚至连这个赫尔松 来做所谓的假公投 独立公投 因为赫尔松现在已经开始 他们规定要使用卢布 对 做假公投 然后趁机俄罗斯就并吞他了 然后呢这样子对俄罗斯的人 也有一个大内宣 可以交代一下 所以现在普丁他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5月9号那天 他势必有一个台阶 要有一个台阶可以下来 要不然他面子上会很挂不住 对于独裁者来讲 如果他的面子上挂不住 会影响到他所统治的人民 对他的那种威权的质疑 独裁者是不容质疑的 所以普丁现在必须想方设法 我在想他这几天一定侥幸老师 尤其是他的参谋总统 现在看起来伤势不轻 大概也不太跟他摇耳朵 可是他这边污南 应该还有个屠夫将军在 因为根据通讯 是普丁要求那个屠夫将军 你要去打这个克里芙洛 问题是打不打得下来 这是另外一回事 屠夫将军也做不到 对啊 因为你污南到克里芙洛 其实他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小小的距离 对 他不是就在隔壁而已 而且这边应该是这个乌军 有在防守对啊 所以他的范围只到这里而已 对啊 你不可能说今天 俄军如入无人之境 他也不是说领口隔壁就泰山 车开过去就到了 他一定中间一定有乌克兰部队 在那边防守 所以那位屠夫将军 显然也达不到普丁的要求 因为这个屠夫将军 如果这么行的话 其实也不用他们的参谋总统 亲自到前线去了 所以我觉得普丁现在 最急的是五月九号 这一关他要先过 等到五月九号过了之后 往后慢慢再说吧 那至于五月九号 他会用什么 现在看起来明的 他是要打克里芙洛 那暗的会不会有其他暗招 我觉得这个是乌克兰的情报单位 还有西方的这些情报单位 必须要去掌握的 俄军这两天除了这个轰炸 西部大臣利维夫之外 另外呢 这个在乌南的马利波呢 持续的狂轰猛炸 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 成功撤离一百多名平民之后 继续的轰炸 请教张英军 现在马利波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态势 那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在乌国方面 也有空档去撤离平民吗 那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俄国竟然有主播 跑去马利波那边 是哪 是要帮这个普丁 准备要去宣扬 他们在马利波的战功吗 对 我认为 如果马利波能够 死守一百天的话 创人类记录 居然俄罗斯的大军 能够攻一百天 九攻不下 然后乌克兰的军队 跟亚述云能够 在马利波的亚述钢铁厂 能够拒选而守 让俄罗斯的 整个大军 还有我们所知道的 他的飞机 拿的那个战风机 拿那么大的炸弹 去炸那个亚述钢铁厂 动型炸弹 动型炸弹去炸 你看到没有 他还能够坚守不退 换句话 这个如果现在 这个俄乌战争已经 打了七十天了 那还能够在守三十天 那就创纪录了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竟然狂轰烂炸 加上地面的捅克部队 竟然还攻不下 这个一个钢铁厂 换句话 这个整个战略态势 会变成利害转换线 就会出来 我认为马力波 是一个重要的 作战指标 如果马力波 能够死守一百天 这个作战态势的 利害转换线会换 对 你竟然一个小小的 钢铁厂 会情势反转 会反转 它这个重要指标 因为现在已经七十天了 还在 马力波还有战力 坦克还有 战风机的轰炸 还在直直 这都是重磅的 我如果是轻磅就算了 因为我轻磅 我说我供不下 它是拿重磅来供 你坦克都是重磅的 竟然还供不下 底下的平民陆续撤离 那看起来亚述营 地下碉堡的战力 还是存在的 还是存在 不然的话 它现在就可以 进去客户做勘定 做收复 它才没有 还在轰炸 这个战风机猛攻 大炮猛轰 它在下面 它换句话 这是藏于酒地之下 当初的战场经营 在马力波 在亚述钢铁厂 这个区块是做得很扎实的 所以俄罗斯是付出很大的代价 它本来 因为马力波 它是在顿巴斯地区 跟克尼米亚中间 这个俄罗斯是最容易 把它合围的 合围之后 就围连打圆 来围签 签灭它 那没想到到70天 还拿不下来 那个出乎所有人 预料之外 我们看到俄军的兵力 包括它的火力等等 如果跟乌冬做比较 显然它应该花了 非常大的比例 把它的人员 战车 飞弹 炸弹 通通投注在马力波这边 对 所以有没有可能俄军 被马力波所拖垮 也会 如果当初不是马力波 这个死守的状况之下 能够巨拳握手 顿巴士已经沦陷了 就是因为拿马力波 所以马力波能够损一把天 顿巴士就拿不下来 因为它这个地方 可以做战略牵制 而且晚上的时候 可能还可以做夜间渗透突击的 那它这个空中作战 特种作战坛 会不会再进来 也有可能 变成一个里应外合 搭配对这些 周边的俄罗斯的军队 做狙击 做狙杀 做阻截 都有可能 这样子的话 里应外合 会造成一个 很好的一个 发挥一个战果 所以顿巴士 为什么九攻不下 是因为马力波的关系 如果马力波已经攻下了 它就转移兵力到顿巴士 变成从哈尔科夫 从195就下来 刚好就合围 把它这个突出步 就合围掉了 为什么没办法合围 就是因为马力波 所以马力波我讲过 它是一个作战的 算是一个经典之作 具险而守 地下化的战场经营的成功 才能够守那么久 我讲过 它如果能够守了一百天的话 这个战略态势 利害掌汉线 就会明显出来了 俄军轰炸 这个利维夫呢 六处的这个铁路跟火车站 显然是要切断西方的军援 那运力兄 我们看到这两天 德国的坦克 也是利用铁路运进去 这些轰炸 对于乌军战力 会不会造成影响 其实我们看乌克兰境内 他从他的铁路网 其实非常完备 那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说他们是运用 行动的指挥的方式 那现在为什么看到 俄国他在打 他的铁路网的部分 无锡的部分 就是说因为 毕竟旁边拖篮 那从这两个多月来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很多的资源的装备 或者物资 都是从这个地方过来 对 那大型的装备 因为其实之前也有 外国有开始宣布说 要支援一些 所谓大型的拖车 那事实上 那就是在装载这些 运载这些装甲车辆 那可是在那个车辆到之前 那是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最重要的工具的话 就是铁路线 所以你会看到 为什么俄军 他现在开始要打 因为基本上来讲 俄国我们讲说 也许他背后 有中国的一些资源 但是基本上 他是被孤立的 那可是乌克兰 是基本上源源不绝 对不对 西欧 欧美国家很多的装备 不断的进来 那虽然俄国他在放话说 你们如果在供应武器的话 我四同参战 对不对 我要对你开战 可是基本上 西方应该没有在管的啦 对 俄国人事实上 这也是放话 因为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打的话 那真的就是我们讲 第三次世界大战 因为整个西欧都会卷进去 对 那基本上 他一定会很谨慎 那这样来讲的话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 我怎么截断你的补给 那就是我从铁路线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看就是这样 那现在有画面出来 这些影片 基本上我觉得说 第一个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德国的态度 的确在动摇当中 原本来讲 基本上德国是不太 就是说不是很积极的 我们看到是英国更积极嘛 对 可是德国现在你会看到 他已经基本上来讲 一些重型装备 愿意提供给乌克兰 像其实外电影报道 不只是说战策部分 他的PTH2000自首炮 那其实也要提供给乌克兰嘛 那现在影片我们看到的是说 从影片上面研判 很像是德国的暴式主战车 所以代表什么 现在德国陆军 他使用的装备 德国都愿意经由陆路 然后运送给乌克兰 由他来使用 那这个东西其实 就是说第一个意义 当然就在于说 德国他很多的主战 主装备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从初期 大家回想两个月前 那个时候基本上 大家都是 那个单兵武器提供一下 对不对 弹药提供一下防弹背心 然后这些就好了 都没有这些 可是你现在看到的 慢慢两个月之后 重心武器 对都是主战装备开始在提供了 所以代表说 德国他的心态在转变 那第二来讲 大家不要忘记说 其实在这些年来 德国的军备 其实是在衰退的 他的包括战机 包括他的主战车辆 这些在 他慢慢都在裁减 因为经费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本身真的不多 那他还愿意把这些手上的筹码 愿意提供给乌克兰 那你知道 就是他的支持度的一个转变 是 因为现在所了解到 普丁最新的下令 要他们的俄军 去打这个克里弗洛 泽伦斯基的出身地 那这个内容当中就显示 俄罗斯的军官 是感到很震惊 因为他们现在 装备不断的出现故障 那前两天我们在讨论 为什么会故障 因为他们自己搞破坏 因为十辆战争 只剩一辆能够运作 那他们就不用去打仗 而且这个创下单日新高 损失400名士兵 在这种情况之下 俄军要怎么打呢 来 波维 显然普丁现在在找一个 什么 RQ的精神胜利法 我特别要讲一下 利维夫这个地方 其实你如果 以两国战争的话 他应该第一时间 要处理那里 为什么 因为他是跟邻国 接壤的地方 为什么利维夫特别重要 他在利维夫干嘛 他炸了六个火车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前一阵子中欧包含 波兰 捷克 斯诺维尼亚的总理 都有跟泽伦斯基来这个乌克兰 看一看 走走看看 看我们美丽的家园被摧残 一个国家被战火 攻击会发生什么样子 那他为什么要打火车站 原因很简单 这些人都是火车载过来的嘛 他都到了波兰 然后到了边境 再从利维夫这个地方 透过不同的铁路系统 进到不管是基辅 或者是可能类前线 就相对安全的地方 然后带这些长官们看一看 做到全球宣传的效果 不是只能载人 伤患 医疗用品 物资 甚至是武器 援助等等的 所以你今天打起来的时候 铁路运输是一个 可以很快修补 然后他四通八达 然后他的这个载量最大 在地面上 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 还靠飞机在运东西 你也不可能摩托车骑了 然后后面再两箱子弹 不会发生的 他应该一开始 就要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他发现这个铁路系统 对他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的铁路指挥系统 他们全乌克兰 一共有1450个车站 没有其他的意思 1450个车站 然后他们的铁路指挥系统 这一群人就是他们的 不管是老板也好 或是幕僚 发言人等等的 他们就在这集合 当然还有国家的代表 可能是我不确定 你说那是在车厢里面是吧 这是在车厢里 他们的铁路指挥系统 是放在车厢里 每天早上决定要去哪一个车站 停在那边开15分钟的会 然后就离开 你看到这一个人 他身上拿什么 他现在在滑手机 他有的时候会遇到手机基地台 没有讯号 后面这里有一台 这是苏联时期的 所谓车站电话系统 他可以用这一台打到全乌克兰 一千四百五十个车站里面 去跟他要的东西 跟他要的地点通话 所以今天会有一个国家代表 进来讲说 我们今天有哪些武器 哪些物资谁要来 然后他们这台车 会决定开到某个地方 有点像以前我们站安关的时候 赞助口令谁 然后公布之后 对了密码去那边 开15分钟会解散 他们的铁路指挥系统 可以抓到这种程度 对我俄罗斯来讲 我就算要破坏 我都不知道破坏哪一台车 气到了就直接炸你后面那里 不管了我全断 可是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过去 他们的铁路局发言人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们跟员工讲说 我们的车站车厢都是安全的 请你们一定要坚守岗位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确保 这个国家的生命线 不会被中断 当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发现一件事 如果我跟员工讲说 车站车厢是安全的 那我们自己就应该去 所以才想出这个方法 哇铁路局士气之高 所有人坚守岗位 所有该运的东西 运的人 全部该做到的任务 全部完成 这个是在乌尔战争 一个大家比较没有看到的一部分 也是今天俄罗斯炸了之后 突然被大家发现了一件事情 原来乌克兰 为什么他在战争里面 一下子在总理 一下子军武什么 美国巴伊 然后又波兰什么 又有飞机又一大堆 我要送飞机 我不可能是一个驾驶员 开着飞机过去走路回国 他一定是有一些运输系统 所以让大家发现这件事情 乌克兰居然在战争之中还能维持 维持他的铁路的正常通畅 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俄军就气到了 看到你们这个铁路畅行无阻 不管是西方的领袖进来 或说这个西方的军援等等 所以现在就想要去炸 这些铁路跟火车站 但问题是有炸到指挥所吗 显然他的机动性 是让俄军所抓不到的 那现在所了解到的 占领这个蛇岛的俄军 是持续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轰炸 来张军的了解 这个无人机显然在这次 在俄乌战争当中 立下非常大的功劳 那昨天我们讨论 那个猛禽这个巡逻艇 被无人机给摧毁了 那接着呢 这无人机还继续去轰炸 这个在蛇岛的俄军的阵地 包括通信阵力 还有这些火爆阵力 通通被无人机所摧毁了 对 因为蛇岛它不大 它大概就19甲 19公顷那么大 不大 但是它的战略位置蛮重要的 它就遏制的这个黑海 西部的黑海 跟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 刚好成一个战略的基角 所以它蛮重要 战略位置蛮重要 然后如果进去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奥德萨 然后它的这个右前方的话 就变成赫尔松 所以它不大 但是它战略位置重要 这个乌克兰用的就是土耳其的TP2 你看TP2它只有一个发动机 但是它有四个排龙架 可以挂四枚炸弹 它可能挂的是雷射导引弹 所以炸得那么清楚 你看蛇岛上面的俄罗斯的 这个防空的假车 这是假车 因为看起来它是有武装的假车 你看它在那边不动 刚好就被 它有个准星 它有一个 可以精准的瞄准 那个准星就类似的 那个雷射导引的框框 雷射导引一标定 你看那个雷射导引 它这个框框 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 这个我去一发射下去 雷射导引弹下去 因为雷射导引弹 它有四个控制翼 它会去修正它的弹道线 然后命中 我们刚刚看到有那个阵地当中 又有火炮射出来 那个是因为它的弹药库吧 是不是 它炸到了这个之后呢 它并不是说反击 而是因为引爆了 引爆了 因为它里面 它有配备的防空的这种炮弹 防空的这种炮弹 它是炸进去威力蛮强的 只能引爆 所以它变成炮弹试射 而不是说它反击了 那不是反击 而是因为造成连锁的效应 连环的效应 我们看看这个最清楚 你看造成它连锁连环效应 紧接着爆炸 那这个会造成 这个完全报废了 而且里面的人都没办法存活 因为造成连锁效应之后 里面整个都是一团爆炸 造成更扩大战争 换句话说 俄罗斯在里面所部署的 这些防空火力也有限 这一炸完之后 它就没有防空火力了 然后两艘的猛型式的也被炸毁了 那就也没有海上兵力了 因为蛇岛它不能有大型的军舰 因为它就是负力那么大 那负力那么大 它的补给 它作战的制裁 它的弹药的囤除就是有限 那像俄军那种 它这种比较算简易型的防空阵地 对于无人机来讲 有办法去征搜吗 还是没办法 有两个 第一个它的雷达可能功能不好 并没有发现这个TP2 第二个 它的人根本没有站成一个战备状态 可能在舒服的状态之下 你看它没有在动 它这个防空的甲车并没有在动 你看它是禁止的 刚才讲到这一个两艘的 现在的猛型式的 有一艘在动 它有做动作回避 它吃到被锁定 它回转 它不是往前直冲 它还做回转 做一个转弯 急速转弯 而且是急速的小转弯 那这一个甲车没有任何动作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防空的雷达没有开启 第二件事情 它人根本都在那边 那代表它毁然不觉是不是 完全不知道 我们没有在警戒姿态 没有在战斗姿态 比如说货运公司来讲 我可能就设定AD到椅地 我要东西送货运 那我其实设定好了 它就自己飞 飞到那边落地 然后把货物解下来之后 它就是飞回来原来的公司 所以我也不需要人去控制它 那这个作用在哪里 我们原先谈的像TP2 像这些都是 它其实用在供给的任务上面 那这个可以用在哪里 补给上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